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清朝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11月,成亲王云芷算是倒了大霉了 他竟然因为参加葬礼迟到了,差点被雍正耻夺了爵位 云芷乃堂堂大清朝亲王,康熙皇帝的第三子 雍正皇帝当时唯一在世的哥哥 他会因为一场葬礼,去迟了,就被夺绝 清世宗十录记载,皇贵妃丧事,云芷当奇迹之妻 推诿不前这诸王大臣,无不为朕痛惜 而云芷欣喜之色,悖于平时 原来,这天,是雍正帝最心爱的女人,皇贵妃年事的葬礼 年事轰事,雍正帝命,七个禁之王公,都要为年事代孝 云芷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却故意迟到 而且面无欺容,似乎还比平时高兴 云芷的表现惹怒了雍正帝,因此才对云芷大发雷霆 在历史上,因参加后妃葬礼迟到而被治罪的皇兄,还真没先例 当然,这也能从侧面说明,雍正帝非常看重年贵妃 年贵妃,史称敦肃皇贵妃 她是年庚瑶的亲妹妹,又是雍正帝最宠爱的女人 在影视剧中,她的形象和历史多有不符 本集将通过史料,来和大家分享雍正帝的白月光 敦肃皇贵妃年事 一 欣欣赴欣欣,结爱物在身 敦肃皇贵妃年事 后世史书并未记载她的闺名 虽然后世影视剧中多有杜传 但小编未表严谨 继续用年事来称呼她 年事最初来自汉军湘白旗 后来抬入汉军湘黄旗 她的祖上之所以会入旗 要从明朝末年说起 明朝万历年间 年事的曾祖父年有生 曾任明朝辽东广宁指挥 后来明朝在辽东屡屡失利 年有生清军被俘 加入了汉军湘白旗 清军入关后 年事的祖父年仲龙 曾以科举入室 最高担任过刑部郎中 年事的父亲名叫年霞铃 康熙年间曾任胡广巡府 也算是封疆大吏 年霞铃有两子一女 长子年西瑶 次子年庚瑶 女儿就是本集的主角年事 根据史料记载 年事从小复制温良 持宫端肃 年霞铃氏女儿如掌上明珠 两位兄长也对小妹非常关爱 清朝康熙四十八年 康熙帝封三阿哥印旨 四阿哥印真 五阿哥印旗 三位阿哥为亲王 清朝的每个有绝之人麾下 都有属于自己的左领和奴仆 年霞铃所在的左领 被化归到雍亲王印真 后来的雍正帝 麾下 如此一来 年家变成了印真的直属奴才 当时 印真正在密谋夺敌 年霞铃的两个儿子 正好是较好的助理 当时 年霞铃的长子年西瑶 任直立广平之府 次子年庚瑶 任是两榜近世出身 任四川提督 此二子皆为印真所用 两年后 也就是康熙五十年 清宫选秀 年霞铃的女儿年氏 以秀女的身份入宫 康熙下旨 将年氏指婚为印真的册附近 虽然史料中没有记载 不过小编推测 年氏能入雍亲王府 应该是印真向康熙请旨的结果 因为年氏成为印真的册附近 等于印真和年家的利益绑定在了一起 对印真有极大的利益 由于清朝秀女 一般在十三到十六岁之间入宫 所以 年氏嫁给雍正帝的时候 应该在这个年龄段 而印真当时已经33岁 他府中已经有一位福晋 和至少四位侍且 年氏入府后 在后院的地位 仅次于雍正帝的福晋 乌拉那拉氏 本来是一桩明显的政治联姻 让印真没有想到的事 年氏却比他想象的 要可爱得多 年氏不仅容貌娇艳大方 而且性格非常温婉 雍正帝登基时 在册封年氏的册文上写道 朕在番底 时事政客静静慎 在皇后前小心恭敬 遇下宽厚和平 时能赞相内政 意思是 年氏对印真非常恭敬 在迪福晋乌拉那拉氏面前 也很恭敬 对待印真的那些格格 氏切们也非常宽厚平和 是个标准的贤内主 这样的年氏 让印真十分喜爱 在印真登基之前 册封年氏 先后为印真生下一个女儿 和两个儿子 可惜 前两个都没有活到两岁 只有第三个孩子 不会活到了印真登基之后 雍正登基后 年氏又生下一子 名叫福佩 在雍正帝的所有嫔妃中 年氏为雍正帝生育的孩子最多 四个 从生孩子的数量 也可以看出 年氏的得宠程度 欣欣赴欣欣 结爱物在身 从政治联姻 到甘之如宜 雍正帝和年氏的爱情故事 才刚刚开始 二 后宫多加利 偏爱年贵妃 康熙六十年 年庚瑶因辅佐十四阿格印之 在西北作战 被康熙帝提拔为川山总督 印真给年庚瑶写信 说年氏想念自己的侄子 要年庚瑶把十岁以上的儿子和侄子 全部送到京城 让姑姑代为抚养 很明显 当时夺地之争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年庚瑶作为西北地区的封疆大吏 又手握军权 印真虽然和他有狼旧之意 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印真还是需要一些人质 年庚瑶最终派人将儿子和侄子 送到了雍亲王府 由年氏照看 年氏虽然身为女子 但也明了印真的用意 他每天悉心照顾侄子们 并无任何怨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康熙帝在畅春元驾崩 四阿哥印真成了最终的赢家 成为了雍正帝 而雍亲王府得的女眷们 自然也水涨船高 雍正元年 雍正弟弟册封嫔妃 当时 雍正帝一共册封了一位皇后 一位贵妃 两位妃子 和两位嫔 其中 皇后自然是雍正帝的嫡妻 乌拉纳拉氏 而贵妃就是年氏 两个妃子分别是齐妃李氏和西妃纽呼噜氏 齐妃和西妃之所以被封妃 是因为前者生了红十 后者生了红利 他们母嫔子贵 而年氏当时 西下有雍正帝的第八子福慧 红盛 其实 当时雍正帝第五子红咒的生母耿氏 只是被封为玉萍 可见 要想被封为妃或贵妃 不仅仅要有儿子傍身 还要受宠 而且 年氏嫁给雍正帝的时间没有齐妃 西妃和玉萍早 但他却被封为贵妃 位列三人之上 从这可以看出 年氏在雍正帝心中的地位 雍正帝还因为年妃的缘故 把年家一百七十多口 从香白旗 抬到香黄旗 这让年氏一族 都对雍正帝感恩戴德 雍正帝在封年 视为贵妃 还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 因为在雍正帝之前 清朝从未有皇后和贵妃 在同一天册封的情况 按照礼部的章程 皇后的册封典礼完成后 应该由贵妃带领嫔妃 公主 命妇 一起向皇后朝贺 然后再册封贵妃 贵妃再接受嫔妃 公主 命妇的朝贺 但雍正帝却改了礼部的流程 他让皇后和贵妃分左右坐立 一同接受大家的朝贺 雍正帝这样做 对年氏来说 有两个好处 第一 免了贵妃向皇后朝贺的流程 第二 让贵妃和皇后平坐 在旧时 可视为渐远 但雍正帝这么做 无异于拔高了贵妃的地位 正如雍正帝在给年贵妃的测文中所说 自而非年氏 赌生令足 披着方生 复制温良 持功端肃 领真归于图使 克勤克俭 表一范于横黄 有点有责账 雍正帝的意思是说 年氏不仅性格温良 美名远波 披着方生 还能归劝自己情政 领真归于图使 并且循规蹈矩 克勤克俭 不仅如此 按旧制 贵妃的朝服和奉官 要比皇后少一层 但雍正帝 却让内务府将年贵妃的朝服 奉官与皇后 做成相同的制式 只是在用黄金的时候 少用三两 已是差别 种种迹象表明 雍正帝对年氏十分宠爱 而这种宠爱 有些时候 甚至以于月公为中的理智为代价 但也是因为雍正帝宠爱年氏 所以 不管是皇后 还是礼部官员 都不敢提出任何质疑 年氏的身体不是很好 秦世宗实录说 他素病弱 实际上 早在康熙驾崩的时候 年氏就已经被诊出喜脉 到他被封为贵妃的时候 运向已经很明显 但年氏身为贵妃 要帮助皇后管理六宫 每日操劳 再加上年氏身体底子本就不好 因此才动了胎气 雍正元年五月 年氏七个月小产 这是年氏 所生的第四个孩子 是个男婴 可惜生下来不到一个时辰便死了 清朝皇子 一般活到两岁以上方能续持 但雍正连席年氏 将这个已经去世的婴儿取名伏配 记录皇家御蝶 称九阿哥 张爱玲说 女人想要的不是爱 而是偏爱 对于贵妃年氏来说 她自从嫁给雍正帝 就得到了雍正帝的偏爱 若是她身体康健 她一定是一位幸福的女子 然而 天不假年 她只享受了三年的贵妃生涯 三 临终加封号 桑礼冠金华 雍正初年 蒙古和朔特部右翼首领 罗布藏丹金 再度起兵 雍正帝派年庚瑶为辅远大将军 最终在月中其等人的配合下 年庚瑶得胜而归 雍正帝视年庚瑶为公骨 不仅赏赐她四团龙补福 还亲自带领王公大臣到城外迎接年庚瑶 而后 年庚瑶被封为一等宫 加太宝贤 她的父亲年霞玲也被封为一等宫 加太父贤 外有年庚瑶 内有年贵妃 当时年家堪称清朝宗室以外的第一高门 可是 正在年氏家族最巅峰的时候 宫内传出消息 说年贵妃病倒了 关于年氏之病 史料中没有记载 或许因为 她身体本就不好 也或许是因为家族位高而感到惶恐 而接下来的事情 则让年氏的病情雪上加霜 她的哥哥年庚瑶 因为太过跋扈 而逐渐失宠 甚至被雍正帝下狱问罪 雍正三年11月8日 年氏在缠绵病榻半年多后 突然病重 当时 雍正帝正在锦陵祭拜康熙帝 锦陵位于尊化 按流程 雍正帝需要在锦陵斋戒五日方 能回京 雍正帝接到年氏病重的消息后 心急如焚 但碍于祖宗制度 不能提前回京 他只好连下圣旨 让太医好好医治 到了11月14日 在锦陵的五日期限已过 雍正帝抛开百官 迫不及待地赶回紫禁城 然后 接连五日没有上朝 就在后宫之中 陪伴年氏 雍正帝素来秦政 除了有旨意的绰朝外 比如王公去世 他连续五日不上朝的情况 并不常见 11月15日 雍正帝可能得到太医的消息 认为年氏之病 或已无药可治 因此 雍正帝下旨 册封年妃为皇贵妃 在清朝 皇贵妃等同于父皇后 若皇后在世 一般不轻易册封 但是 年氏已经病入膏肓 在册文中 雍正帝说 妃宿病弱 三年以来 朕办理击物 肖干不黄 为及流星商却诊治 凡方药之事 西妇一家 以致丹延日久 穆金剑刺沉重 振兴身为枕念 贵妃这封为皇贵妃 躺世出 一切礼仪 聚照皇贵妃行 雍正的意思是 这三年来 我整天忙于振武 未曾流星帮年事诊治 因此才耽误了她的病情 现在她病情加重 我非常伤心 加封年贵妃为皇贵妃 一旦她出现意外 一切事宜都依照皇贵妃的规格来办 所以说 雍正帝之所以封年事为皇贵妃 一方面是抵冲自己的愧疚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给年事一些安慰 再有 还能提高年事后事的规格 其中 皇后自然是雍正帝的嫡妻 乌拉纳拉氏 而贵妃就是年事 两个妃子 分别是其妃李氏 和西妃纽呼噜氏 其妃和西妃 之所以被封妃 是因为前者生了红十 后者生了红利 他们母嫔子贵 而年事当时 西下有雍正帝的第八子福慧 红盛 其实 当时雍正帝第五子红咒的生母耿氏 只是被封为玉萍 可见 要想被封为妃或贵妃 不仅仅要有儿子傍身 还要受宠 而且 年事嫁给雍正帝的时间没有齐妃 西妃和玉萍早 但他却被封为贵妃 位列三人之上 从这可以看出 年事在雍正帝心中的地位 雍正帝还因为年妃的缘故 把年家一百七十多口 从香白旗 抬到香黄旗 这让年事一族 都对雍正帝感恩戴德 雍正帝在封年 视为贵妃 还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 因为在雍正帝之前 清朝从未有皇后和贵妃 在同一天册封的情况 按照礼部的章程 皇后的册封典礼完成后 应该由贵妃带领嫔妃 公主 命妇 一起向皇后朝贺 然后再册封贵妃 贵妃再接受嫔妃 公主 命妇的朝贺 但雍正帝却改了礼部的流程 他让皇后和贵妃分左右做礼 一同接受大家的朝贺 雍正帝这样做 对年事来说 有两个好处 第一 免了贵妃向皇后朝贺的流程 第二 让贵妃和皇后平坐 在旧时 可视为渐远 但雍正帝这么做 无异于拔高了贵妃的地位 正如雍正帝在给年贵妃的测文中所说 自而非年事 赌生令足 披着方生 复制温良 时功端肃 领真归于图使 克勤克俭 表一范于横黄 有点有责账 雍正帝的意思是说 年事不仅性格温良 美名远拨 披着方生 还能归劝自己情政 领真归于图使 并且循规蹈矩 克勤克俭 不仅如此 按旧制 贵妃的朝服和奉官 要比皇后少一层 但雍正帝 却让内务府将年贵妃的朝服 奉官与皇后 做成相同的制式 只是在用黄金的时候 少用三两 已是差别 种种迹象表明 雍正帝对年事十分宠爱 而这种宠爱 有些时候 甚至以于月宫为中的理智为代价 但也是因为雍正帝宠爱年事 所以 不管是皇后 还是礼部官员 都不敢提出任何质疑 年事的身体不是很好 秦世宗实录说 他素病弱 实际上 早在康熙驾崩的时候 年事就已经被诊出喜脉 到他被封为贵妃的时候 运向已经很明显 但年事身为贵妃 要帮助皇后管理六宫 每日操劳 再加上年事身体底子本就不好 因此才动了胎气 雍正元年五月 年事七个月小产 这是年事 所生的第四个孩子 是个男婴 可惜生下来不到一个时辰便死了 清朝皇子 一般活到两岁以上方能续持 但雍正连心年事 将这个已经去世的婴儿取名符配 寄入皇家御蝶 称九阿哥 张爱玲说 女人想要的不是爱 而是偏爱 对于贵妃年事来说 她自从嫁给雍正帝 就得到了雍正帝的偏爱 若是她身体康健 她一定是一位幸福的女子 然而 天不假年 她只享受了三年的贵妃生涯 三 临终加封号 丧礼冠金华 雍正初年 蒙古和硕特部右翼首领 罗补藏丹金再度起兵 雍正帝派年庚瑶为辅远大将军 最终在月中旗等人的配合下 年庚瑶得胜而归 雍正帝视年庚瑶为公骨 不仅赏赐她四团龙补福 还亲自带领王公大臣到城外迎接年庚瑶 而后 年庚瑶被封为一等宫 加太宝贤 她的父亲年霞灵也被封为一等宫 加太父贤 外有年庚瑶 内有年贵妃 当时年家堪称清朝宗室以外的第一高门 可是 正在年氏家族最巅峰的时候 宫内传出消息 说年贵妃病倒了 关于年氏之病 史料中没有记载 或许因为她身体本就不好 也或许是因为家族位高而感到惶恐 而接下来的事情 则让年氏的病情雪上加霜 她的哥哥年庚瑶 因为太过跋扈 而逐渐失宠 甚至被雍正帝下狱问罪 雍正三年十一月八日 年氏在缠绵病榻半年多后 突然病重 当时 雍正帝正在锦陵祭拜康熙帝 锦陵位于尊化 按流程 雍正帝需要在锦陵摘戒五日方能回京 雍正帝接到年氏病重的消息后 心急如焚 但碍于祖宗制度 不能提前回京 他只好连下圣旨 让太医好好医治 到了十一月十四日 在锦陵的五日期限已过 雍正帝抛开百官 迫不及待地赶回紫禁城 然后 接连五日没有上朝 就在后宫之中陪伴年氏 雍正帝速来勤政 除了有旨意的绰朝外 比如王公去世 他连续五日不上朝的情况 并不常见 十一月十五日 雍正帝可能得到太医的消息 认为年氏之病 或已无药可治 因此 雍正帝下旨 册封年妃为皇贵妃 在清朝 皇贵妃等同于父皇后 若皇后在世 一般不轻易册封 但是 年氏已经病入膏肓 在册文中 雍正帝说 妃速病弱 三年以来 朕半礼击物 肖干不黄 为及留心商却诊治 凡方药之事 息附一家 以致丹延日久 穆金剑刺沉重 振兴身为枕念 贵妃这封为皇贵妃 躺世出 一切礼仪 聚照皇贵妃行 雍正的意思是 这三年来 我整天忙于振武 未曾留心帮年事诊治 因此才耽误了她的病情 现在她病情加重 我非常伤心 加封年贵妃为皇贵妃 一旦她出现意外 一切事宜都依照皇贵妃的规格来办 所以说 雍正帝之所以封年事为皇贵妃 一方面是抵冲自己的愧疚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给年事一些安慰 再有 还能提高年事后事的规格 那个 糟了 47 感谢观看